哈哈哈 你生不了 我跟你们说 就是像这样 像这样的哦 对不起 让我过一下 啊 香芝 对不起哦 路被我们挡住了 好痛哦 要不要紧 对不起哦 香芝要去职员室吗 嗯 工党老师叫我 把刚刚上课的白手诗词讲义 收起来呢 这样啊 不愧是模范生 最受老师喜爱了 君子 你和香芝念同一所小学吗 嗯 嗯 啊 香芝在小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学生啊 怎么样的学生 是不是也是模范生啊 很酷的小美女吗 嗯 嗯 是怎么样的人呢 啊 香芝在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蚊子烧二号的绰号哦 蚊子烧二号 为什么啊 其实香芝是转学生哦 那时候传闻有一个很可爱 功课又好的女生要转进来 今天开始是大家的朋友 我是第一次到东京来 所以很想吃吃看文字烧 文字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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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笑呢 嗯 对不起 我忘了拿东西了 你是不是听到了啊 听到什么 文字烧 嗯 没 没关系 没事的 刚刚说的他有听到吗 应该有听到吧 他会不会生气啊 不知道耶 他刚刚的态度 很微妙耶 把他以前的绰号公开来 是很不道德的吗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文字烧二号又不是难听的绰号 如果是我 我也不会介意 看样子好像搞砸了 打扫完了 这是什么 信 在冷酷无情之友口中 我成为文字烧 心酸岁月之骂名广被流传 让人伤痛 相知 诗词 这封信是相知写的 我成为文字烧 是在说刚刚的事吧 在冷酷无情之友口中 写这种像百人诗词一样的东西 我哪看得懂 小青 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诗词吗 诗词吗 在冷酷无情之友口中 我成为文字烧 心酸岁月之骂名广被流传 让人伤痛 相知 嗯 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 相知 是在生什么气吗 你也这么觉得 相知他在生气啦 嗯 不过他用诗词来表现 倒是蛮可怕的 很可怕吧 我又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 橘子 你做了什么 我把相知在小学时候的秀号 文字烧二号说给大家听 我的天哪 只是这样而已哦 告诉大家他以前的秀号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嗯 局外人就是这样 局外人总是不明白当事人为什么会生气 哦 可是这种小事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嗯 你想知道相知现在的心情吗 嗯 我帮你算算看好了 看看相知现在在想什么 塔罗牌 小青随时都带着这种东西啊 嗯 怎么样 嗯 到底怎么样嘛 大师 这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牌 哎 什么 严重 嗯 小青 自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哦 自 自 自杀 嗯 哇 哇 哇 哎呦 哪有可能嘛 只是被公开文字烧的称号而已啊 那个 是你自己说出现很严重的征兆的 嗯 是啊 怎么说呢 因为相知用诗词来表达 所以你才会那么害怕嘛 不过仔细想一想 嗯 你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嘛 说我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有说吗 哦 本来就是嘛 小学时候的绰号被公开来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头脑好的人自尊心都这么强所以很麻烦耶 在冷酷无情之友口中我称为文字烧 心酸岁月之骂名广被流传让人伤痛 嗯 自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哦 文字烧爱好竟然说我是文字烧爱好 看样子还是搞砸了 嗯 以前的绰号哦 嗯 妈 你以前小的时候人家都是怎么叫你的 嗯 妈 你这样的人一定有很不得了的绰号吧 哎呦 你干嘛要问这个啦 嗯 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嘛 哎 是什么样的绰号啦 大大的 嗯 啊 干嘛啦 怎么了嘛 我只是在问你以前的绰号而已啊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绰号啦 为什么叫大大的 嗯 我去洗澡啦 原来香脂真的也不喜欢 文字烧二号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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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定要跟香脂道歉 那个香脂 橘子 昨天的事 昨天我真的很对不起哦 我把莫名其妙的诗词放在你桌上 是不是吓到你了 啊 你说什么啊 该道歉的人是我 无聊的去跟大家说以前的事 嗯 都是我太不够成熟了 才没有嘞 要是说你不够成熟的话 那我才真的是很幼稚很幼稚 不管怎么样 真的对不起 真的没有关系啦 昨天 其实我 我找小青谈过了 嗯 你找小青谈 嗯 小青 吓了我一跳 是香脂啊 你跟橘子的交情很好对不对 嗯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 嗯 原来如此 嗯 嗯 橘子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现在自责的要死呢 真的 塔罗牌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要责备你 对不起哦 我才应该要向你道歉呢 橘子你很讨厌文字上二号的绰号吧 嗯 很讨厌 我很不擅长向别人明确表达 所以才会把自己的心情写成了诗词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已经没关系了 我不建议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三Q小青 对了 小青他 是不是随身都携带塔罗牌 没错 我也觉得很好奇耶 小青实在是个神秘人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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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嗯 嗯 嗯 哎 这种的还蛮可爱的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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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啊 妈 你干嘛 还给我啊 今年的海滩趋势和对策 真是你这孩子也不懂得念书 整天就只知道看这种的 我花钱是让你念这种书 想要好好解放一下自己的你 选这件比基尼是准确的 这是什么价钱啊 只有这么一点步而已 竟然他一万三千步 还敢说什么正确 我看正不正确的就是这本书 我们家的妈妈不愿意让小孩子看的东西 流星杂志 理由是万一被缠着说要买昂贵的衣服时 他会很麻烦 吉子 你应该不会想要跟我说 要买这件泳衣哦 什么嘛 我对什么样的泳衣有兴趣 又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给我听好了 就算你把这种书拿给我看 我也不会让你预知零用钱 或者是增加零用钱啊 你真的很啰嗦 我又没有开口要求你买给我 我只是觉得很可爱才注意一下而已 你干嘛这么独断啊 真的很讨厌耶 反正你哦 我说这样你就说那样了 书穿了还不都是你不好 干嘛随便拿走人家的书啊 你白天整天待在家里 也不会想要跟我做家事 是你不好 你给我撑不到人家 我快被妈气死了 好累哦 没办法啦 妈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我们看到会花钱的东西 她就是这种德性啊 哦 你没说我都忘了耶 蹦蹦跳跳也有精神的小鱼 还有会冒泡出来的锅子 我们一起来煮好吃的饭 老妈不愿意让我们姐弟俩看的东西其二 玩具的广告 我们来玩 你让妈妈煮料理 小鱼子的新房子让人兴奋的厨房组新上市 理由是我们如果一直吵着药它会很麻烦 妈妈不会买哦 没错没错 从那以后电视上只要有玩具的广告 我们两个就会觉得特别紧张 我们自己就会把电视声音关小哦 其实小孩子也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就一定都会想要的啊 就是说嘛 对了 说到电视就想到 尺寸是两倍大 美味度是无穷大 大汉堡新上市 老妈不愿意让我们姐弟俩看的东西其三 餐厅的广告 或是播放价钱昂贵的料理节目 哇 这个比你烤鸭看起来好好吃哦 哇 理由是万一我们吵着药去吃或需要妈买回来时它会很麻烦 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好像饿很久的样子 我觉得很伤心呢 我不是每天三餐都有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吗 那你啊 哦 没错没错 你不觉得心里想着看起来好好吃哦 跟我好想吃药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吗 呃 呃 就是说 嗯 柚子 你从刚刚就一直在看那本是什么啊 呃 你不要看了 嗯 呃 寿司 寿司的相片本 呃 是又怎么样 你是笨蛋呐 看看而已啊 又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那么认真是在看什么嘞 寿司的相片本 哎 借我看一下吧 呃 这是什么 怎么办都是寿司的相片本 你在搞什么 要是让妈看到这本的话 她一定会生气 绝对会不得了的 你很吵啊 烦死了 啊 什么 小墨鱼要七百块哦 怎么这么贵啊 墨鱼五百块 哎 柚子 你干嘛在墨鱼的正业做标记啊 我说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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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肉五百块 哎 大肚肉两千五百块 刚刚说了一大堆 其实你自己还不是名上这本相片本了 哦 啊 哦 哦 根本就陶醉在其中了 哎 嗯 西西啊 哎呦 你在看什么书啊 哎呦 你这孩子怎么老是看这种书啦 嗯 嗯 寿司的书哦 你对寿司有兴趣哦 哎呦 不是啦 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啦 嗯 中肚肉两千元 两千元 这本书你买的哦 这 又是他 是又是呀 不是 啊 你们这两个孩子真的是二十块投胎啦 什么甜虾八百块 冰虾一千块 还有中肚肉还要两千块 哈 大肚肉要两千五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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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胆 海胆 竟然 海胆 哎 我看看哦 嗯 嗯 妈 妈 哎 妈 哎 哦 啊 难道说 连妈演 被这本书给吸引住了 哎 你说那本书会不会 嗯 不但没有引起妈的愤怒 还让她很着迷耶 这本书是个很巧 这本书是个很巧 那天啊 鸿满欢乐的愈巧 一无千两时 一无千两万花听 嗯 嗯 对了 明天要跟水岛太太出去呢 哎 要穿哪一双鞋子去比较好咧 踩在别人的鞋子上面 寻找自己鞋子的 鞋子啊 你这小孩哦 一大早就吃这么鸡 这样很难看耶 没问题的啦 我的胃跟牛一样很强壮 大牛 我走了 快知道了 这讲什么啊 什么牛 就是说嘛 鞋子的借口有时候都让人有听没有懂啊 哎 鞋子 什么事啊 小青 你今天头发很乱哦 啊 真的耶 一定是今天下午要下雨了 啊 什么要下雨了 哎呦 不是啦 因为我的头发比别人容易吸收水分呢 所以勒 所以我想头发会翘起来 可能是因为要下雨了吧 呃 或许真的是这样吧 不过我的重点不是这个 你的头发真的翘得好厉害哦 惨了啦 我今天没有带伞烟 总之你觉得头发翘无所谓哦 嗯 你说什么啊 呃 没什么了 嗯 嗯 捷鼓那个家伙 根本不听别人的去 还是拼命的吃 后来就喊说他很饱 根本就动不了了 真是让人受不了哎 最后就变成我一个人打扫了 真的吗 好过分哦 呵呵呵 真是个大灾难哎 就是说嘛嘿嘿嘿 嗯 每次吉刚遇到的灾难 真的都快要让人笑死了 呵呵 一点点没错 太好笑了 对了 我从以前就一直觉得 花橘子好像很少笑哎 啊 有吗 被你一说我也觉得 没错吧 呃 是吗 嗯 因为橘子很少会跟着对方的话题 陪笑嘛 啊 这倒是真的 对吧 应该怎么说呢 啊 橘子只有在真的好笑的时候才会笑 嗯嗯 嗯 说好听的话就是很老实 啊 可是我觉得我常笑啊 才不呢 你不太笑 就像现在也只有你没笑而已啊 嗯 我记得我有笑啊 不说你才没笑嘞 反而给人一种好像不太高兴的感觉 啊 有 有吗 啊 我知道了 嗯 嗯 什么东西知道了 我跟你们说 我脸颊上的肉比人家还多哎 啊 脸颊上的肉 什么意思啊 你想说什么 呃 就是 该怎么说呢 心里虽然有在笑 脸颊上的口啦 我告诉你 人类啊 脸颊上的肉才没有差多少了 对吧 嗯 就是说 橘子果然很有趣 腕力特别多又很夸张 是吗 是这样啊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花串子的夸张弯力其实还不少哎 嗯 什么样的 是我们还在念国中的时候发生的事 这种 reinstall 好好看 有什么都是 哎 又怎么弄才有声音啊 哦 你说这个 看好了 就像这样 原来哦 我懂了 这样吗 方法应该没有错了 他不会响啊 会响的 我看女生是不会响的 只有男生才会响 为什么 因为包括我在内 女生都比较没有万力 所以不会响啊 拜托 才不是因为这样咧 曾经发生过这种事 真的吗 实在太好笑了 橘子就是这样 没错没错 可是难道你们不觉得吗 如果要让手指响 就是要靠万力不是吗 才不是咧 那需要的只是一种绝窍绝窍 我说啊 你真的从以前就喜欢摆些夸张的借口 我 我有吗 就是因为这样 结果大家都说我有时候会讲一些很夸张的借口 没错啊 妈妈也是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啊 什么嘛 连你都这样说 是这样的啊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叫你整理房间的时候 你也是扳出了很奇怪的借口 蛤 有吗 有啊 极致啊 三不五时自己动手好好整理自己的房间啊 哎哟 你看你房间乱成这样 你还待得住啊 或许你看这个房间会觉得很乱 可是呢 对我来说 已经整理得很干净了啊 啊 这叫干净啊 是啊 你看嘛 书桌旁边摆着杂志 这样就算用脚也可以勾得到哦 然后放在那边的那些小东西 就算我躺下来睡觉 也都可以随手拿得到啊 你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啊 怎么看也知道是个超夸张的借口 是吗 可是人家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嘛 看样子哦 橘子还要再学习一些 一般正常人应该有的尝试才行 怎么结论又变成这样啊 妈 你还好意思说我咧 你自己才是老是说一些怪论调 嗯 当时 比如说像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吃饱了 等等啦 你青椒还没有吃完啦 对不起哦 我吃不下了 妈 给你吃 你在说什么啦 吃青椒是用另一个胃 所以赶快吃掉 是吃甜食材是用另外一个胃吧 这个青椒是又甜又好吃 所以是另一个胃 你还不是那样说 所以嘛 你的借口才夸张咧 是啊 我这样说也没错啊 那个青椒是真的很甜又好吃咧 就算很甜 一般也没人说青椒是用另一个胃吃吧 嗯 是这样哦 当然是这样啊 那又怎么样啦 反正你真的是太夸张了啦 那么脏那么乱的黄间 竟然有脸说已经整理过了 真是被你打败 你自己才是咧 其实才是 嗯 嗯 嗯 有的说起有的没的 反正两个人半斤八两 真论也不会有结果 我回来啦 嗯 你回来啦 嗯 哎呦老爸 你的袜子怎么穿颜色不一样的出去啊 嗯 还嗯欸 你该不会穿这样去上班吧 这是流行 流行 我自己在流行 哈哈 什么叫自己在流行嘛 超夸张的结构 就是夸嘛 真是的 老爸每次都这么夸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还好意思 嗯 好冷 虽然上面写早起的鸟儿有种枝 可是这么冷早起一点都不幸福 嗯 嗯 嗯 就管啊 韩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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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啊 啊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啦 好冷喔 快起来啦 好冷喔 好冷喔 好冷就不要起床喲 那就不需要警察了啊 这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知道了啦 我要起来了 打算要我们叫你起床到什么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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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啦 嗯 因为 热水一直都没有出来啊 哦 你这小孩哦 实在是 这样太浪费水了啦 这种时候就要靠气死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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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水已经开始流出来了 嗯 柚子啊 还要喝开灰的话哦 那边有哦 妈 面包烤太焦了啦 你不满意的话 明天你自己早点起来自己弄啦 哎 老爸 手帕带了没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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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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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喽 好冷啊 被人借住仙灯了 发现冰块了 杰子过马路要小心一点 知道了 好冷 全都被踩过了 行李觉得冷就会越来越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抬头挺胸把背伸直试试看 一点都不会感觉冷的 说是什么鸟祸 如果这样就不会冷 那还要暖气干吗 好了 大家集合 掌口罩 把背挺直 背挺直 我现在全身都出着力 我现在全身都出着力 双手的臂肌 背肌 还有大吐肌 全部都在用力 我干嘛浪费这种不必要的力气 放松上来看看好了 我来看 我会想要把我 被身上了 拿大吐肌 那是谁啊 发出这种怪伤咽 原来这是必要的力气 换句话说 我现在正在跟寒冬作战 放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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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用锅子 背面才是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好冷啊 真的好冷啊 雪都结成这么厚的冰了耶 皮肤都变得干干粗粗的 天气冷的时候 为什么人都会 哈的吹气呢 不会吗 为了确认会不会吹出白色的气 就这样哈的吹气 会啊会啊 就算不这样吹 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一定是白色的啊 今天早上地上不都结冰了吗 有一只正在散步中的小狗 因为在等红灯 就挥起手来衣服我好冷的样子 骗人 哪有可能啊 是真的 它会瘦了耶 不可能不可能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啊 我就要冷得全身发抖啊 天暖炉真的好温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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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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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暖啊 好温暖 好温暖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就走了 好温暖 好温暖 妈今天又把棉被拿出去晒 真是冬天里的小小幸福 今天真的是好热 我又眯眯的脸都快被晒黑了 这是哪里传来的音乐啊 妈 你干什么啊 我说橘子啊 你不要因为晃暑假 就整天在家裡躺來躺去的 我光是看到你就熱了 你幹嘛無緣無故的生氣啊 媽媽 我在陽台上都快被曬昏了 就是為了要把洗好的衣服收進來 你自己的衣服自己折一折啦 好啦 好啦 真的好熱喔 你太誇張了吧 你不要管啦 讓我在這裡涼快一下 我快要中暑了 媽 夏天才剛剛開始而已耶 我幫你刪刪封吧 別刪了啦 再刪也是熱烘的 啊 沒用喔 啊 對了 媽 你聽聽看這個音樂 我不想聽音樂的 你先聽再說嘛 聽著夏天專屬的音樂 然後想像著夏天裡的快樂回憶 就能慢慢的忘掉夏天的熱氣喔 哦 夏天的回憶 吉子啊 你在想些什麼回憶啊 嘿嘿 我啊 我想到小學時去過的遊樂園裡的波浪泳池 那時候根本不怕被曬黑 去了很多游泳池喔 嗯 只要聽這種音樂 就會懷念起那個時候 連夏天的悶熱都忘記了 哦 玩耐是這樣喔 媽 那你呢 你聽到這種音樂會想到什麼樣的夏天 哇 啊 我們那個時候都在山上 喝 啊 晏油油的草原 藍藍的天空 好棒哦 好棒啊 啊 近情地對著涼爽的空氣 大大的深呼吸 uh...啊 啊 啊 啊...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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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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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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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啊 啊 很 啊 啊 这个不是约德尔音乐 这是夏威夷舞曲 是约德尔 是夏威夷舞曲 就是跳草群舞的时候播放的背景音乐 有这个音乐我觉得两块多了 这是什么歌 夏威夷舞曲 跟约德尔混在一起了 朵太太 这是对不起 隋岛太太 这么热的天气还让你等这么久 对不起 不要紧的 你慢慢来的 对不起 让我喘口气 没问题 今天真是超级热 不过华太太 你好像不觉得热 好嘞 华太太 你怎么了 你振作一点 隋岛太太 你真是的 我在唱夏威夷舞曲 讨厌 讨厌 真是的 我还以为是约德尔呢 哈哈哈 不过这个主意真是不错 唱夏天的歌可以赶走夏天的热气 就是够嘛 我怎么老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隋岛太太啊 到了夏天 你会想到什么音乐啊 我想想看啊 夏天的音乐嘛 清澈透明的碧绿加勒比海 摇晃不停的椰子树 夏天应该是雷鬼乐吧 雷鬼乐是怎样的音乐 就是这种音乐啊 清澈透明 清澈透明 淋淋淋淋 淋淋淋淋 清澈透明 清澈淋淋 淋淋淋淋 淋淋淋淋 就是这种的 没败 还不错听哦 哎呀 突然觉得夏天也蛮好玩的嘛 就是啊 好 让我们来去除暑热 目标 超级便宜特卖店 Let's go 好妈 那是什么啊 我可以用手指言 妈好像完全陷进去 无法自拔了 哪有人会这样把夏威夷舞曲跟约德混在一起 早知道就不让她听CD了 原来又是解害的 可是我又没有叫她唱 不管了 你想办法让她停了 关我什么事啊 你别跑 你要不体责任来 不关我的事了 难道一直踢上去啊 本来还只是这样而已 没想到 啊 热死了 夏威夷舞曲的威力已经消失了 夏天的平均气温是17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 从首都乌兰巴托向东延伸3000公里 在这片蒙古大草原上 一阵阵吹至基平线为止的凉爽和风 同时能够温柔地吸引人们的领域 哇 好棒的地方啊 看起来好凉爽 这种富侯唱法的民族音乐 是蒙古自古流传下来的独特唱法 它的特征在于一个人同时发出两种声音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好热 妈 我们家也差不多该开冷气了啦 我都快被热昏了 吉子 你知不知道富侯唱法要怎么唱啊 富侯唱法 就是蒙古的音乐啊 一个人可以画出两种声音 这种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啊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很难哦 你看 到底要怎么唱才可以唱得更好咧 我哪知道啊 这样哦 真是的 你不要老学一些有的没有的好不好 我以为这样它就会死心了 我真是太天真了 它不然还在唱 这下真的不妙了啦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在念今日 真是富侯啦 管它是什么侯 快叫它停止 只要到了秋天就会停止了 应该吧 等不了了 你一如往常酷热 你身体是否安康呢 托你的福我过得非常逍遥自在 天气越来越热 请多加注意身体健康 下次再一起去唱卡拉OK哟 好了 写完了 累死我了 只要再贴上邮票 只要再贴上邮票 寄出去就可以了 哎 妈 什么事啦 家里有没有五十元的邮票啊 邮票啊 没有五十元的呢 哦 那不然八十元的也可以啦 啊 好烫啊 说轻的呢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现在是你够偷飞啦 你 我是开玩笑的 随便撞撞嘛 你自己去邮局买啦 你真的很脏欸 那我去买邮票 我要到车站那边呢 有没有什么要我顺便买的 有有有有有啦 哎呦 这是刚好 这个给你 嗯 不好意思喔 拜托你啦 这是什么啊 醬油 味噌 牛奶 沙拉油 都好重喔 没错啊 所以才要靠橘子的年轻体力嘛 什么跟什么啊 啊 对啊 把那个这样 这个那样 还有那个也是啦 那就拜托你啦 谢谢狼儿 哎 等一下啦 嗯 根本没有我插话的语地 今天的预定行程 第一个是把明信片贴上邮票后寄出 第二个是到书店去找一找这个暑假可以阅读的书 第三个是帮妈妈买东西醬油味增沙拉油牛奶还有蔬菜 嗯 嗯 大概又要流一整天的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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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我要买十张五十元的邮票 十张是吗 是 哦 对了 嗯 嗯 嗯 现在还有推出这种哦 哇 好漂亮哦 这是夏季限定贩卖的纪念邮票哦 当然也有卖一般的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 两种邮票的价钱是一样的哦 嗯 那请给我这种纪念邮票 嗯 谢谢您的会顾 总共是五百元 刚刚的小姐 哦 态度好好哦 嗯 请问要用这个吗 嗯 有沾水的海绵 嗯 嗯 哈哈 我这是的 嗯 谢谢你 嗯 好 接下来是书局 啊 难道说那本书还没出版吗 嗯 嗯 对不起哦 借过一下 请 啊 啊 不好意思哦 谢谢 不客气 好亲切的小姐 啊 有了 就是这份 被我找到了 Lucky 接下来 接下来 就只剩下帮妈买东西了 尾曾有了 沙拉油有了 酱油也有了 不过说真的 不过说真的 好重啊 哇 妈真是的 干吗 干嘛叫我买这么重的东西啊 啊 哦 哦 嗯 嗯 算了 今天还算是不错的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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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今天还算是不错的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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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那个袋子 嗯 好像蛮重的啊 来吧 把袋子放在奶奶这里 嗯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不用客气 没关系 快点 不用客气 哎 真的不用了啦 这很重 嗯 真的有那么重吗 我看一下 呃 呃 呃 很轻很轻 要下车的时候再告诉我啊 呃 不好意思 老婆婆 谢谢你 你不用客气 不过 你买了好多东西啊 是帮妈妈买的吗 嗯 是啊 小朋友你好乖啊 哦 好孩子 好孩子 他一定是 把我看成小学生了 嗯 不过 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我回来了 哎 哎 你怎么这么华弈啊 嗯 真是个怪孩子 嗯 哎 今天晚上吃咖喱吗 是啊 你怎么这么华弈啊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要吃吗 啊 啊 对了 谢谢你帮我买东西回来 嗯 嗯 对了嘛 我去帮忙倒垃圾好了 嗯 你不是要准备晚餐吗 我帮你拿出去倒就好了 嗯 嗯 哦 哎 我去倒了 嗯 其实 它到底是怎样啊 嗯 嗯 嗯 今天是一个不错的日子 其实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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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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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妈妈是系人生司机的话 阿德你好吗 重新开心 重重再见 哎哎哎 这位客人啊 唱歌真的很不错哦 是吗 我再为你唱一首好了啦 不用了 要不要吃根竹轮啊 我不要 哎呦 这位客人啊 这下玩了啦 什么玩了 我好像迷路啦 走 快去挖吧 救命呀 花妈妈 花妈妈在此 花妈妈 你讲太快了吧 你们这些二丑只会为悔作歹 既然我花妈妈来了 就不会让你们这么喝茶坑 你干嘛讲这么快了 到底在讲什么 根本听不懂 有种就跟我来比较口令 丰富的尤家座半岛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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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丰富的尤家座半岛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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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这小子在想什么 你干嘛啦 想女生哦 会爱环绕吗 才不是啊 少骗人了啦 你刚刚都灵魂出窍了耶 哦 我只是觉得 这里很像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哦 什么时候的事啊 很久以前的事了 阿春 来玩吧 哦 小悠 我们去高原玩 嗯 来当怪兽 那个时候 我常常跟隔壁洞的阿葱一起玩 当时两个人都只想当怪兽 yeah 来 sagt yeah 来 yeah 来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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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小悠 你好逊哦 阿聪才逊哦 小悠 我们这一栋的人下次要一起去赏花哦 小悠 要不要一起去啊 可是我们又不同洞 没关系啊 这个星期天去哦 星期天 不能去 不能去吗 你有事哦 很重要的事吗 是哦 那就没办法了 再见哦 再见 那个星期天 我们家正好要搬家呢 搬家呀 我也要搬家了 橘子啦 小心一点 不要弄坏了 妈妈 这个箱子给我当房间好不好 可以啊 这个箱子就给你拿去玩啊 妈妈 还没有要搬家吗 马上就要搬了 橘子啊 你有没有跟阿聪说我们要搬家了啊 阿聪今天不是应该要告诉阿聪吗 要好好的跟他说再见啊 还要谢谢他一直都找你玩啊 哦 是小药 我跟你说 阿聪 我把小鸟放出来了 你快点进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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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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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神志愿者 杨茜茜 快点飞过啊 嘀嘀 嘀 不要跑 小幽影快点进来 嘀嘀嘀 你看 只要这么做它就会飞过来 你看 阿猪 小幽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 不用了 小幽 你不喜欢小鸟哦 很可爱啊 诶 你还没有跟阿冲说哦 柚子啊 搬家那一天没有时间去跟阿冲说再见咯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要说再见啊 要搬家吗 诶 我们真的要搬家吗 诶 小幽 你在讲什么啊 当然要搬家啊 橘子啊 去把旧包子拿过来 好 你好 你不想搬家呀 你喜欢这个家吗 嗯 嗯 嗯 那么 一定要把我们的新房子弄得很漂亮才行 哦 为什么 呃 我也不知道 啊 阿冲 快把鹦鹉放进去 要吃换呢 好 啊 对了 阿冲 我跟你说 小幽他们家就要搬走了哦 你不知道 小佑今天不是有来吗 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个傲人 搬家的艺术就是不再住这里了 小佑 回来了 你回来的 这是土产 太棒了 去车站便当 我要吃烧麦便当 我要吃菇饭便当 没问题 配茶吃 我要开到了 等一下 车站便当的最早起源 其实只有御饭团跟萝卜干 这一点你们知道吗 御饭团跟萝卜干 没错 最早出现的车站便当 是只包了蒜苗干的御饭团 跟萝卜干 那是明治十八年 上野到宇都公的火车开通时 宇都公的某家旅馆的老板 用竹叶包了两个 放有蒜苗干的御饭团跟萝卜干 然后把这个拿到车站里面去卖 据说这就是最早出现的车站便当 原来是这样啊 老爸真的是好有学问哦 因为这里有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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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你在家吗? 小悠,快要进来 这不是铁菜市吗?你拿来咯 阿淑,我跟你说 小悠,你们要搬家咯 你们什么时候吧 明天 明天 我一直没跟你说 要搬家 对不起 阿淑,谢谢你 以前一直陪我玩 妈妈,要我跟你谢谢 铁菜市给你 啊 谢谢 谢谢 小悠 你来一下 嗯 来一下就对了啊 这边这边 嗯 帮我拿一下哦 嗯 嗯 你站在那里哦 嗯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玩了 啊 啊 小悠 对不起我打不出来 嗯 没关系 谢谢你 那 我们再见了 嗯 再见啊 啊 天花响了 再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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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悠 啊 小悠 再见 要保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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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丑也要保重 这是冰箱吗 没错 这样子就全部都到齐了 华先生 麻烦您确认一下行李 橘子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啊 没有 阿柚子咧 东西都拿了没有 拿了 安那哟 喂 要出发了 好 要出发了 今天风好大哦 樱花都快被催落了 爸爸 爸爸 卡车要走掉了 常常受这里的人照顾 老爸 你走错方向了啦 我想绕一下路 好漂亮 好像下雪一样 阿丑 阿丑 那次跟阿丑分开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不过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突然想起他 这个故事有什么笑点啊 什么笑点 拜托 我又不是在讲笑话 不是啊 应该有笑点吧 嗯 我想想看 有人在旁边的画子会大不出来 之类的 什么跟什么 没什么啦 喂 等一下啦 小佑 咖喱面疙瘩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以下的食材哦 首先呢 把红萝卜跟牛棒切成薄片 把竹轮大致地切一下 再把葱切成一公分 接着呢 把水跟切好的食材放到锅子里去 用中火煮一下 等到食材变燃以后再加入粘面酱 这时候把面团加进来 这是一般的作法 所以需要 加入两小匙的咖喱粉 轻轻地搅拌均匀 咖喱粉能够让味道比较淡的面团 变为重口味的食物 刷到来就把面团放进来 等面团熟了以后就转为大火 等滚了以后再关火 最后再加入用水调开的太白粉 搅拌一下等汤汁变滚滚的 就完成了